一年一度的万人勇渡日月坛上午登场了 今年有两万八千多人一起横渡日月坛 创下三十年来最高的记录 其中还有不少来自国外的队伍 不过很特别的是呢 来自嘉义新港奉天公的妈祖 也史无前例的搭上了独木舟 有六十六名姓众一起护送横渡日月坛 保佑参加的民众平安顺利 众人齐声喊加油 来自嘉义新港奉天公的妈祖 有好几名姓众护送下水 这回万人勇渡日月坛 新港奉天妈成了最特别的游客 新港妈祖安坐在仿骨造型的快木船上 由六十六名姓众组成的游泳队 一路紧跟相随 这是一项大考验 因为要由三千公尺到对岸 已经很花体力 还得一路推着船前进 虽然不轻松 不过却让今年参加永度的民众 多了份安全感 还没出发的人情绪就非常兴奋 用各种方式游完全程 不过就在起点 还是有女学生可能经验不足 还没坐足 暖身运动就下水 反倒让身体出现了失温 肚子也出现不舒服的状况 一年一度的万人勇渡日月坛登场 今年天气状况相当不错 吸引两万八千多人参加 创下三十年来的新纪录 除了有各地来的游泳队 还有国外的游泳好手组队参加 一共有一千三百多支队伍 共襄胜举 今年也出动了军方人力来维护安全 为今年勇渡日月坛写下了新的记录 记得您健身棚换群 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